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能看了很久 你每一天日复一日的在看 但是对你来讲 整体的操作来讲的话 有没有实质的帮助呢 每天看这个图的感觉会是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当然知道台北股市这个地方 当时的一个结构 各位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没有量的 一般来讲就是说股收的说法是 你有新低量必有新低价 suppose应该是跌破这个低点 但他有新低量并没有新低价 突破了所谓的季线 同时又站上景线 如果说我把这个所谓的季线拉出来的话 突破季线站上景线 景线的位置就在这一波的一个高点 2545 没有错 突破季线站上景线 那当然紧接着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高点我要去克服他的 23079的两万三千点之后 他马上要挑战一个左边的一个对称 23406 今年6月20号的高点 23406 那对这个大盘指数 基本上我当然有我的执着 我也要看 我要看 大盘当然是不代表个股 但是呢 你了解大盘的后续的一个多空来讲 对你个股的一个操作 当然是来得比较好 绝对是有注意的 你这时候回头来看 各位你仔细看 这一波的量 跟这一波的量 显然是萎缩的 对吧 你从一个量价结构来看的话 这边是一个量缩的格局 这边的大量 那代表就是我要挑战这边 那代表就是说 很多的一个所谓的套牢的量 在这个地方 我们听到很多老手说 量是绝对不会骗人 这实时的金额 在那个地方做成交的动作 是没有错 那所以说我们从 如果说我们现在都没有去想 所谓全球多空的一些 其他的因素剖析 完全都没有去想 全球多空因素剖析的话 我光是看台股的一个量 我光看台股的量 那问题来了 你没有量是没有价 你咋知道他这个不会补量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补量 那有没有补量的机会 那当然看全球多空利多利空 这个部分的一个表达 你如果说是有问题的话 那当然不会有量 没有量 那当然不会补量 你没有补量 那当然就说这个量能 那么低的一个量 你无法克服左边的一个量 大量的位置 那重点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个预期的想法 就是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补量 或者是这个地方会补量 你不能永远看到现在的 你要完全人要站高一点 看远一点 想着周全一点 你要看到的就是说 后面有什么事情往前看 不是在这个点看 你在这个点谁都也看到了 这个点 你这个没量 你没量 你是怎么克服这边的一个 所谓的指数的位阶 因为这整体都是五年位 你没有办法克服 我讲这段什么用意 什么意思 有利多的时候出来 你进去买进了个股 你认为你真的可以让你 迈向财富自由吗 这是同样的概念 你大盘永远是看现在 现在的季线 它是一个下弯的 季线的下弯 更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留意 季线的下弯 未来还要扣抵高档一段时间 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之后 季线开始有效转扬 你一直看现在 我季线未来经过 一二三四五六 可能最快六天 最快六天 六十均线季线要走扬 走扬的话 对整体的一个台股来讲的话 它的趋势线形成正向 那正向的话 有利于台股往上攻 你看的都有现在 那我现在看后面 我看后面是什么东西 我第一个想到的 距离台股线来最近的时间 什么时候 你十一月五号的总统大选 美国 你十一月五号的美国总统大选 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贺锦丽跟神经病 跟贺锦丽 这两个人拼一下 那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你从很多地方可以了解到 就是说 一步一脚印的去了解 贺锦丽跟川普之间的一个 在摇摆州 七个州的一个情况 你这个讯息你要去抓 你自己要去抓这些讯息 这个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十一月五号马上就差不多 当然他不会在当天就确定 他正在选举 其实现在有些摇摆州的票 就已经投出去了 但在十一月五号之后 总统大选最后底定 你要有一个想法 到底是贺锦丽还是那个 那个神经病是彼此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你要能够抓得住 老实说 神经病当选的话 我认为美股一定会有一些震荡 会有震荡 贺锦丽当选 基本上对美股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多头的格局 好 那接着下来呢 你十月五号完了马上十一月八号 你十一月八号联准会到底要怎么样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不能说到时候怎么样的时候再怎么样 你现在要思考它会怎么样 比如说 我看现在的经济数据的话 就是非农就业数据来讲的话 现在最晚的情况之下 是公布的九月份的 非农就业数据已经讲出来了 失业率4.1% 总体的一个数据 非农就业数据来讲 不错 优于预期 对吧 那你通膨的数据 我就看两个数据 我看两个数据 你的劳动力市场 非农就业数据 我还要再看你的通膨数据 通膨数据CPI 昨天对礼拜四 我每次都想到昨天 是礼拜五 前天礼拜五 你非农就业数据 公布的九月份的CPI 你九月CPI来讲 稍微高了一点点 比预期的多了0.1% 那代表就是说 你这个CPI来讲的话 似乎好像这个通膨 没有大幅的往下掉 你没有大幅的往下掉 它就会影响到 就是说是我联准会 降息的一个态度 你这都要思考 好 那今天晚上是 生产者物价指数 PBI 你怎么看 我就在想 我11月8号这个联准会的动作来讲的话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了参考的最重要两个数据 一个通膨数据 一个就业数据 就业数据很好 通膨数据稍微多了一点 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联准会有可能最多 它只降一码 有可能不降息 不降 为什么 你这就业数据还不错 你的CPI比我预期多了一点 我再降多的话 到时候通膨是不是越来越严重 对吧 好 这个时候你又要 如果不降息的话 美股怎么走 你随时要再做调整 那当然PPI PPI再出来的话 又是如果有新的一个变化 你自己要能够调整 很多东西都不是等你看到 甚至于我们台股怎么走 8月6号的时候 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要看美股 看美股要走稳的话 那台股在8月 各位记得8月5号跌了1807点 8月6号还跌破新低 对不对 盘中破低点 就这个地方 你来到这个地方解盘的时候 你想我要看美股走稳的话 台股就有机会反弹 那不是个屁话 我的台股如果要有动能的话 有动能的话就能够往上做攻坚 那什么叫动能 动能其实这个成交量基本上没有放大 你跟之前比较起来 这个地方的动能其实没有放多大 这个没解一样 没有解一样 但是我跟各位谈了一个解 我经常不断强调我们孔箱子操办团队的优势 我说全球多空因素剖析不是看现在 你已经开始要预期未来发生的事情 这个发生的事情之后会怎么情况 会走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台股会怎么样被影响 我已经看到这边了 就如同我之前也跟各位谈到 有的时候二十几分钟 我为什么不太喜欢讲这么多的大盘 想讲一些个股 基本上就是说 大盘一讲下去 讲不完 比如说我之前有跟各位谈到 那时候的NVIDIA公布上 就公布本季财报预测 一个月一个多月前的时候 谈到回答 Wall Street 你这个 我认为你这一季 你回答应该有279亿美金 就是华尔街 Wall Street那边的所谓给他一个高标 就NVIDIA讲出来 这一季我们可能235亿美金 差了17%将近 NVIDIA开始下来 而且跌破三兆市值 对吧 跌破三兆市值的美元 我讲什么 我说重点是看下一季 NVIDIA的下一季是什么 11月12月跟明年1月 为什么要看下一季的 我要知道你GB200 你GB200现在是怎么样 你NVIDIA36就要卖180万美金 你NVIDIA72 你这一台要卖300万美金 你这核台币就六千万跟一亿 你这种高单价的产品 因为你又是用机柜一次出货 你这种高单价的产品 你告诉我 NVIDIA的下一季会怎么走 279亿美金我看还少了吧 那是Wall Street针对这一季的 NVIDIA讲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要求的数据 你这个数据 NVIDIA先说这一季只有235亿 可是你知道他下一季 我认为会远远高于279亿美金 好了 现在回头看 黄英勋讲了什么 他说GB200需求非常疯狂 insane 用insane这个字 疯狂 那你告诉我 在整个GB200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会怎么样 销售的疯狂 就是销售的很好 那你说在从什么样的地方 再去回头去support这样子的概念呢 好 我们台湾9月份的出口多少钱 创立年9月以来新高 405亿美金 对吧 好 好像这里面就有点大嘎了 我再回头去细分解 你只要跟NVIDIA 回答这个部分 你做他 这个做AI 代工的这个部分的相关的个股 他的9月营收怎么样 现在10月10号 反正差不多都要公布完毕了 9月营收 好 这家代工厂 每个人都知道 洪海 9月营收创历史第四高 广达 连续两个月 9月份再创历史新高 2356的音业达 9月创历史新高 3231的伪创 9月营收创历史第二高 你就连起来了 搞了半天 真的是有 黄林轩讲的没有 没有在骗人 他用insane这个字 我觉得又恰如其分是刚好 不然我们的伪创会创历史次高 我们的广达 营业达会创历史新高 我们的宏海会创历史第四高 怎么可能 我们的台湾9月营收 会有405亿美金 创历史的次高 怎么可能 没有没有回答的出货的话 你们已经非常清楚 这跟苹果毫无关系吧 对吧 你苹果搞了一个AI 是明年才要来 人家回答GB200都已经要上来 都已经在出货了 而且需求是非常疯狂的 你这一比较下去 你就知道 在整体的一个AI的过程里面 它的需求是大的 这个部分 它会横跨第四季 现在我要说了 现在是10月份 10月份 11月份快来了 11月份就是 回答下一季的第一个月 你认为未来利多怎么样 你现在回头看 NVIDIA的回答 它的一个市值 是不是又回到 3.3兆美元以上 它跌破3兆美元市值的时候 距离3兆美元越远 你整体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获利的机会就越大 Microsoft不行了嘛 已经被回答代替掉了嘛 市值第二名 苹果 苹果现在不到3.5兆市值 你认为它跟回答来讲 迟早被回答超越嘛 你苹果在整个AI的过程里面 你就是速度不够快嘛 对不对 人家NVIDIA 用这样子的概念来讲的话 它下一季 也就11月12月1月 它的营收 你认为会是怎么样 之前会不会因为这个营收 开始有所谓的股价 对股价有利的往上做攻坚的走势 那它会不会市值会突破 所谓的苹果 理所当然嘛 理所当然啊 所以说在整个逻辑的一个概念上 你在这整体的一个推估的过程里面 你就应该知道台股第四季不看淡 因为大部分都是跟AI有相关的一些营收嘛 你光开这四家ODM的 AIODM的 ServerODM的这四家公司 你就知道 两家创历史新高 一家创历史第二高 一家创历史第四高 答案出来嘛 所以说 这个部分之前 NVIDIA的事我就跟各位谈到了 所以说当你看到大盘指数 现在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为什么会突破季限 我当时在这个地方就跟各位谈了 结果 台股跳空大跌999点 为什么呢 是为了什么呀 9月4号 董老师你讲的不准 我告诉各位 这一天大跌999点是什么原因 NVIDIA被司法部这个地方 做升级调查的动作 才大跌999点台股 那我现在要问 地缘政治的一个紧张 司法部反垄断 调查升级 各位 任何这样子的讯息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各位机会 最好的买点 有没有 这个没什么改变 因为这跟基本面无关 基本面 基本面是什么 基本面就是你的营收 你的新产品 你到底整体有没有EPS 你的营收到底有没有 有效的一个扩增 你把资本支出放大 结果你的营收缩小 那就完了 这就基本面 所以说 当时的这个位置 跳空下来 我也没改变我的想法 而且这种是 突然性讯息面的利空 早知道我就跟美国司法部 先联络一通电话 知道你要走 那押回来 不可能 但是这样是突发性的一个利空的讯息 但是它不会影响到 一党个股整体产业面 未来的走向 它不会影响 结果呢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构 逻辑的整合的一个推导 我跟各位谈会站上纪线 我跟各位谈会突破警线 我跟各位谈会挑战 24306的这样子的 左边对称的高点 我跟各位谈会突破24416的新高 在什么时候 第四季 我已经看在后面的事情 我不是看眼前的事情 我对大盘是这种看法 那当然对产业也是这种看法 我跟各位谈 我最喜欢看一些有利空的股票 有利空的股票 你只要注意到 当有利空的股票来讲的话呢 它会出现第一个最有效的动作 就筹码有效沉淀 有利空大家喜欢卖吗 喜欢卖才有效 筹码才会有效沉淀 你筹码有效沉淀 未来才可能在筹码结构稳定的时候 一个产业的一个 谷底向上的一个动作 它马上股价就起来了 所以说我最喜欢就是说 经常有利空的 每个人大部分都喜欢看眼前的利多 你九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你九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不是说威声不好 我没有 我完全没有 你有威声 我现在讲威声不好 我在你上风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都注重眼前的利多 眼前利多其实就可能让你套牢 均不见最近的很多个股 营收创高的股票 股价都没什么表现 很容易让你套牢 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赢家 赢家 我们尽量成为赢家 当然不能够看眼前的 现在 我们要从后面的再看 从后面 我们看到未来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机会 不仅是大盘的多空 甚至于产业的变化 甚至于个股的前端资讯 我的概念是这个样 我花了第一节这么多的时间 来跟各位谈 展示上成迈向财富自由 他绝对不是看现在 他不是看现在 你要先看到未来 大盘 类股 个股 都是一样 你资金不会够大的 如何找一个 要诚信吗 我不是每一档股票 都可以带给我的团队成员 很丰硕的 价差 没有 我有时候是会失败的 但是我的失败 跟很多 大幅成功的标的来讲的话 基本上 已经可以忽略 已经可以忽略 但是我认为我还要有加强的一个 更多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要让自己更好 但是不可否认的 这叫诚信 不可否认的 我们能够迈向财富自由相关的个股 从三百万马上两个月时间变成一千万 这样子的一个走势来讲的话 个股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讲的话 你必须要专业 专业不是你每天在看资料 每天很用功 因为你每天看现在 你看现在的东西 每个人都知道 现在的东西 已经不是所谓的一个 当领先者 可以做的事情 你看到现在 你去做任何动作 全部都是follower 落后者 今天花这么长的时间 在礼拜周末的时间 跟各位聊这些事情 是希望全国投资朋友们 在未来操作股市里面 有另外一番新的一个看法 来转动你的思想逻辑 真正的能够在股市里面 你跟别人不一样 你才有机会迈向财富自由 这是我给大家的鼓励 也是给大家我诚心的建议 资金不为大 希望在这个地方赶上进度 有没有什么展翅上腾的标题 我有 但是重点就是说 你要能够经得起寂寞 在这个过程里面 首先着重在领先布局 掌握前段资金就可以领先布局 就是各位的机会 你股票十几党二十党 趁着这个时间 赶快做好调整持股 把持股调整到最好 它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通电话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广告中的电话 就可以好好利用 好 我们进广告 带我回来 今天侃侃儿谈跟投资朋友们谈到 就是说你今天真正要成为一个领先者 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口号 你真正在整体的做法上面 你要有不一样的思考 你不能看现在的东西 你要看思考未来的事情 会造成股市怎么走 相关的产业在未来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我这么举例子 如果这四家 AI server ODM 他们的九月营收有这么好的话 他们的十月 十一月 你认为会怎么走 相关其他所谓跟AI有关的一些所谓的关键领组件 也就是这四家ODM的下游 你认为他们怎么走 如果他们的股价未接低 你认为应该不应该 在这时候已经可以预先闻到他的机会 而要做低阶布局的动作 你自己去思考这件事情 那这里面就是你要了解产业 你要了解到中下游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些 所谓相关的标的 个股 他的领组件 还有他的个股是谁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不要为了 每天看电视做股票 然后为了省一点汇费 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冲进杀出 永永远远像个无头苍蝇 看到捡钱的利多就冲进去 结果短线套牢 一档接一档 十几档二十档 陷入深渊 我只只细细跟全国投资人们 谈我们操犯团队的优势 一个诚信专业的团队 他基本上因为你够准 所以说你就讲得很非常的一个实在 每个人在节目上都希望收费员能够赚钱 要养价 重点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实力 全球多空因素的剖析 各股的前端资讯 量价结构 持股不超过三党 这是我们操盘团队的优势 你也可以进到我们的团队 来看看我们是怎么针对各股做操作的 资金不为大 尤其要把握这个机会 礼拜一 展示上腾的标的 我就会带你进场 广告中电话好好利用就对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周一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